本院委員刘倩果等11年臨時提案,有鑑於青少年吸毒案件從2001年1月一直到10月至今,至120案件暴增到287案件。其中KTA命近年更成為國內最氾濫毒品之一。 根據台北市教育局統計,台北市校園今年1至11月查复學生吸毒共192件,當中高達84%是吸食KTA命,且以高中指學生為罪。 由此顯現,學生藥物濫用聚增與KTA命已深入我國校園,此等重大事件已不容政府繼續放任下去,原要求行政院應於兩週內針對KTA命視我改為二級毒品,成立跨部會審查小組, 並責任法務部與衛生署教育部等主管單位,對如何喝止KTA命及其他毒品深入校園之重大議題,提出具體解決方案和配套措施, 另將其送至本院司法未還與教育等委員會,逼使KTA命等毒品結於校園之外,還給學生一個健全完善的學習環境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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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